刚刚看到的这个就是极光纸的另外一个应用 是也可以叫做玻璃纸啦 是成人或者娃娃都可以用的一对对加 之前还做过一个娃用的发酷 就是右上角这个大家可以看我往期的视频 这个是第二个系列 往后可能还会出其他的系列吧 具体做法的话 视频其实我觉得步骤应该写的都蛮清楚的 而且这个真的超级超级简单 还可以用一些就是平常大家想象不到的一些材料 为什么要做这个 主要还是因为之前 那个天兰他用那个玻璃纸 就这个极光纸然后做了一次滴胶 超级好看我觉得这个纸 然后我就买了一卷回来 但是他这个真的好大一卷 嗯放在这里不能说不能用完吧 就是哦所以就那个嗯就这样了 不知不觉就要快到一万粉了 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哪一位小可爱给我买的粉丝哦 每天都给我涨了大概接近两百粉吧 平均一下 嗯 那这样子的话那这个视频每超两百 啊不是每超两千粉呃播放料 就是两千粉播放料的倍数就加一份这个法式材料包 具体的话看评论吧 这个椰子的话是我之前垃圾包里开出来的一个耳环的那个配件 然后我把它给修剪成椰子形状了 感觉还蛮好看的嗯就把它放到一起了 下一次我可能会再做一个就是这个极光纸的一个手环或者是臂环 呃或者是还有嗯反正都是绞人系列的我感觉 嗯这个这个应该哦就是绞人系列的 因为这个这个上面的那个钻就那个右上六边那个蓝色的 它是一个鱼鳞的那个元素嘛 所以还是绞人系列的 那我再做一个嗯可能会有戒指 然后手环B环啊不行不行我不能再挖坑了 呃 那马就非常非常的简单 到时候材料包里的话会有铜丝 然后这个呃叶子 然后极光纸 还有什么 哦还有一些那个蓝色的那个淡水珍珠 嗯以及 一个A B彩的珠子 还有那个链条链链 链链 还有那个那个铃铃铃的那个那个那个见面 嗯就这样了 还有哦对还有还有最重要的那个夹子 就是对假的那个 嗯就这样了 好像没什么小说的吧 银铭方法都很简单啊 到这里就差不多已经结束了啊 用一种人这样的张张贴贴的就可以了 对不对 是不是超级简单 还不可以自己做一个 给娃做一个也是可以的 好啦就这样啦 我已经到此结束 大家下期见 喜欢的话不要忘记关注收藏评论转发哦 好啦 你去看视频吧 拜拜 拜拜 你去看视频吧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